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再次的来分享神的话语 跟哥比说,神很爱你 然后再跟他说,神也要祝福你 阿们 谢主,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 主圣灵充满我 神既天天有 阿们 那经文在哪里呢? 经文就是路教福音四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 被罗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越南人的喜年 感谢主神的话语 刚才我们在宣告离西亚信经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我信主圣灵 对不对 我信主圣灵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 我信圣灵 是的,我信的 就好像是我信有神 我信有神记得 很轻描淡写的 就是说呢 我们只是念罢了 我信圣灵 就是好像对你来说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很深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当我们在宣告的时候 我信圣灵的时候 就是我这个个人 我对圣灵 它的威格 还有它的能力的一种 心靠来的 当我们在宣告的时候 我信圣灵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再次确信 我对祂的这个信靠 好吧,我们一起的来大声 跟着我说 我信圣灵 不够大声 我信圣灵 我信主圣灵 我认识祂 我要信靠祂 Amen 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啊 Amen 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要 不是只是我们在头脑 我们要确信 圣灵的能力 已经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要确信呢 我对祂的这种的信靠 Amen 还记得上个礼拜呢 我有分享到一届的经文 就是马可福音 16章里面 说到呢 我们去传福音呢 神应许我们什么 祂必有神迹奇事 随着我们 真实我们所传的到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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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很期待呢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要看到有果效的 对不对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 the results 甚至是在我们传讲的时候 我们有带着 权柄和能力的 能够改变人心的 对不对 We anticipate that when we share when we proclaim that we want to see the authority and powers that it can change people's hearts 我们所讲的福音呢 是能够进入 人的灵魂里面 不是只是停留在 人的耳朵 头脑罢了 对不对 Amen吗 我们都期待这样子 对不对 但是在现实上 很有 很骨感的 就是 就是呢 现实跟我们的期待 有时很大的区别的 很多基督徒呢 都很想要赏识去传福音的 可是呢 你几次赏识了之后呢 看到好像没有果效 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啊 有些人在点头了 好像你在传的时候 那个人没有兴趣要听的 然后可能他还在骂你 对不对 然后你有没有为 病人按手祷告啊 有吗 有哦 有没有得到医治啊 得到医治的举手是这样 一个两个嘛 不敢举手啊 大部分有没有 其他人 其他人有没有 被按手祷告 有没有 祷告的时候 那个人有病人死掉了 你 might not get healed but even some pass away 哦 糟糕了 对不对 反而死了 有没有赶鬼 有没有赶过鬼 有赶过鬼吗 有被鬼赶 我想这些经验是很真实的 你知道我们教会 我们常常推动 要传福音的这个运动 对不对 我们小组呢 也是有这个 传福音的计划 结果呢 好像有一些人 他们也是很有兴趣 但是却看不到 有那种很深的 圣灵的感动 信主的 就算说我要信主 但是他生命也没有看到 真正的改变 那些人好像留不下来的 所以我们 我们做很多这些活动 好像停留在人的活动 只是人的关系的那个层面 热热闹罢了了 是不是啊 各位弟兄姐妹 哇 有时也是很沮丧 对吗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 每个人都很想要遵守 主耶稣的吩咐 大使命 对不对 就是我们很想要去传福音 使万民要做主的门徒 但是我们要必须 也要承诺我们人是很有限 简单来说就是 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人力 能够有效地做神的工作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人力 你可以有效地去传福音 没有一个人靠自己的人力去行神迹 去医治并能赶鬼 除非是神赐给我们人力 Amen吗 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 圣经里面 地的确切告诉我们说 我们必得着 圣灵的人力 神已经允许说 祂已经赐给我们圣灵 我们要确信有圣灵的同在 有圣灵的能力 所以我们也要依靠 圣灵的人力 才能够做成神的工作 Amen吗 Amen 第一个重点呢 从上头来的能力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他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祂用高高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 被一路的得释放 下眼的得看见 叫受那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越南人的洗年 你看这段经文里面 你要去传福音 你要去把福音传给人 首先什么 就是要求神的灵 高在我的身上 Amen 这段的经文 其实是耶稣 祂自己讲祂自己的 当然要出来 要传道的时候 祂就宣告 这个以赛耶稣61章的 这段的经文 在祂身上 意思说呢 祂说呢 耶稣 祂要出来传道 祂也需要圣灵 祂一出来做神的功的时候 祂宣告这句的经文 祂说主的灵要在我的身上 祂用高高我 主耶稣 祂也要靠着圣灵 来到完成神的吩咐 最后祂完全能够 上到十字架 对不对 你看路加福音 还有两节经文 四章一节和十四节里面 我们看到 你看第一节 耶稣被圣灵充满 然后第十四节 耶稣满有圣灵的人力 各位弟兄姐妹 请问 耶稣 祂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就是祂是神本神 祂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 祂还需要圣灵来充满 祂还需要圣灵的人力吗 请问 各位弟兄姐妹 神聚 祂也 myth 祂是神 祂是神 祂 祂 路加福音 就是强调 祂是人子 祂没有强调 祂是神子 OK 人是很有先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四福音里面 你看如果是你看到 约翰福音的时候 祂就很强调 祂是神 就是神子 如果你看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 他强调耶稣是补人的身份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马可福音不断强调 就是耶稣不断地有行动 有去服侍 有去行动服侍 就是他一个补人的身份出现 马太福音是强调耶稣什么身份呢 他是君王的身份 所以我们会看到的路加福音 这里很强调耶稣很需要圣灵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是耶稣正在给我们做一个示范 他需要圣灵才能够完成福的工作 你可以看到 如果耶稣在世上 他都需要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充满 我们岂不是更需要圣灵 来完成神所吩咐的我们做的吗 Amen 所以耶稣你看他就 很坚实地来告诉门徒 在这个约翰福音14章12节 他说呢 我实实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看到我们很多基督徒 我们读到这一段的经文 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相信 这些经文的 我们读过就算了 我们很难相信这些经文的 我们哪里可以像耶稣这样子有力量 我们哪里可以像耶稣做更大的事 其实是真的 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话 我告诉你呢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 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同在 没有靠圣灵的话 我们根本不能够做成这些的工作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对圣灵 这位的真实 这位的位格 我们对他的信靠 相信他在我们里面呢 相信他的同样的能力 也在我们里面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做 所以耶稣说 你要做更大的事 什么是更大的事呢 当然我们不比耶稣 如果耶稣厉害我们不能够说 哇哇好像耶稣我是神啊 你千万不要这样子想 我好像耶稣好像神不思 千万不要这样子想 他意思说呢 就是在我们在广度里面 就是广度我们做更多更大的事 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 好像耶稣这样子能够出目到 圣灵能够出动到人心 对不对 就是福音能够传到更远更广的地方 有更大的果效 因为有圣灵的同在 有圣灵的能力 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耶稣说 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 我们就看到呢 这个就当时候呢 在彼得身上就实现了 那在五瞬节那一天呢 彼得讲到的时候 有三千人能够悔改得救 那耶稣从来没有讲过 一篇道有三千个人信主的哦 耶稣也没有离开过 这个耶路撒冷 但是呢 他的门徒 他的使徒呢 是为了 分散去传福音 阿们 所以第一点呢 我们从上头来的能力 耶稣也需要这个上头来的能力 岂不是我们更需要吗 所以第二点呢 门徒也需要上头来的能力 所以我再次强调呢 他们能够 这些门徒 这些使徒 他们能够做更大的事 因为他们必须也相信 同样有圣灵的充满 彼得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各位弟兄姐妹 他一个弱弱无人的一个人 他有害怕 他没有信心 我跟你讲啊 今天如果你看彼得的话 请问你 可能你比他更好耶 我们每个人都有些 我们每个人都好像彼得 我们叫你去传徒 Oscars 很怕喔 对不对 你跟你的同学已经是 form 5 从form 1 到form 5 你都不敢跟他讲啊 因为很软弱很怕 然后你的同事 你跟他一起做工 很多年了 你都不敢跟他讲耶稣 因为你怕 怕他拒绝 怕他来生气 对不对 但是当彼得他 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站起来讲道的时候 那些听的人有什么反应 他们睁眼睁耳听着 彼得所讲的每句话 然后他们扎心 然后圣经说他们悔改 那这些人他们的信耶稣 他们的根基 是很稳的 你知道吗 他们也被圣灵充满 然后他们就加入教会 然后他们就聚集在一起 他们常常学习 遵守神的这个真理 就是使徒们所教导的 他们都遵守 然后呢 他们这些人呢 他们也不断的 在把福音 就不断的把福音传开 然后他们也遇到有病的人 他们为了祷告医治 病人得医治 鬼被赶出去 然后呢 神用神迹来随着他们 正是他们所传的 的道 所以当我们看读圣经的时候 好像这个都是过去式的 好像跟我们是 现在是很难看见的 我们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怀疑 很多地方有可能吗 当然不是我啦 是某某人啦 是以前的人啦 我告诉你 神从来没有改变 当时的门徒们 他们做神的工作 他们的秘诀 就是依靠圣灵的人 你福音才能够传开来 我在举个例子呢 这个保罗的例证 保罗有两节经文 他讲到什么呢 他说 《特洽罗里加前书》 一章五节 他说 因为我们福音 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原意 也在乎全能和圣灵 并充足的信心 然后罗马书 十五章十八节 他说 除了基督借我做的这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提他借着我原意作为 用神去歧视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邦人顺服 保罗是一个怎样的人 你知道吗 保罗呢 他是非常有知识 有学识的一个人 如果他跟别人辩论的话 他一定会赢的 他对宗教的那些律法师 他不会输给他们的 他对希腊的哲学 这些的知识 他跟他辩论 他也不会输给 希腊哲学家的 他有很高的知识 但是他说 他传福音 他不是只靠 借着原意罢了 他是借着全能 就是借着圣灵 和充足的信心 然后用神去歧视的能力 来导使外邦人顺服 圣灵的能力 是外邦人顺服 什么意思呢 他讲的话语 他不是跟人家辩论 但是他讲的话 也是带着权柄 带着一种的 使人家 能够有一种的杂心 能够听见 然后神去歧视 能够随着他 他有医病 赶鬼神去歧视的发生 神去歧视 但是这些赶鬼一直都是 与圣灵的人力 圣灵的权能是分不开的 各位弟兄姐妹 你注意看 在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医病跟赶鬼 他们常常是同时发生的 在耶稣那个时候也是这样 在他们的使徒们 他们也是一样 鬼必赶出去 然后那个病人就得到医治了 为什么因为呢 父音是神的大能 阿们 因为人在追踪 其实他就是在追踪里面 在黑暗里面 其实他背后的 那个撕利是谁 就是撒旦 在捆绑着他 撒旦那就是那个背后的 长径者 我说就是什么呢 他就来 他说他就躲在人 他就躲在背后 他是偷窃 杀害 毁坏人的生命的 对不对 有时候一些病 你根本找不到原因 他就是在压制人 对不对 所以耶稣有讲一句话 你看耶稣有讲 他说 我如果靠着神的人力赶鬼 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 所以我们讲到神的国的时候 其实神的国也代表 祂的权能 就是一个权能的争战来的 当神的国领导的时候 我给你一句 最贤者的看见是什么 就是鬼会离开人的身上 人呢 就是鬼 从那个人身上 被赶出去了 所以当我们讲到 神的国领导的时候 就是呢 那个时候 神的国领导 就是黑暗的权 是要离开 那个人的身上的 然后这个人呢 他要把生命交给耶稣来掌权 就是神的国在他里面 所以同样的一个人呢 他的生命呢 你要让给谁来掌权 很重要 你没有中间的路线的 你不能够说空着的 你必须要有一个主在里面 如果今天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今天我们不再做罪的卢仆了 我们乃是先给神做医的卢仆的时候呢 意思说呢 耶稣在我们里面掌权 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 撒旦不能够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主人 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很清楚 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医的卢仆 我们要先给神 做医的卢仆 不要再做罪的卢仆 对不对 这是医治 赶鬼呢 他们是息息想管的 那神去歧视呢 各位弟兄姐妹 什么是神去歧视呢 简单来说 就是神借助你来为人祷告 或者是神介入一个人的生命 叫做神去歧视 神迹其实也可以说是医病 但是呢 也可以有很多很多方面的 比如讲 当你面对你的财务的困境的时候 神迹 就是神介入在你的生命里面 神帮助你突破 昨天呢 我听到一个的见证 这个见证是一个 BJ堂 BJ中文堂的一个姐妹分享的 她本身呢 她是这个公司 她是那个 就是 怎么样讲呢 她的office里面 她带了很多一些 她的员工来信了耶稣 然后呢 她就开始了 在公司里面的一个小组聚会 那有一个姐妹呢 一个在她的公司里面的 一个的姐妹呢 就是说呢 她说 她就分享说 她有面对这个财务的问题 的困难 她很想要看到突破 然后这个带领她的 这个组长 我说组长 就告诉她说 这个圣经里面 不然间圣灵告诉我 这个圣经里面 有一个穷的寡妇 她的奉献就是两个小钱 献上给神全部 And the cell group leader share the story of this widow's offering That the widow actually offering Two penny Yeah Two coins Two coins OK 就是 她的全部来的 But that's all she has 结果这个姐妹听到之后 她就顺服 她身上只有150块 她就奉献给神 And this sister after hearing the story she obeyed and she decided to offer her money to God 150块 The only 150 that she has 那是要当天 他们的公司是卖那种 那种 那种 就是那种 手提箱 这种旅游的手提箱 等等的 OK Oh this company was actually selling the travel suitcase 你看当天这个姐妹 她就有顾客来找她 说要跟她买 40个名贵的手提箱 After her offering on the same day there's a customer come and buy 40 expensive suitcase from her 然后还要跟她 再订供一百个 手提箱 And later also place an order for an additional hundred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神祭 Amen Amen 神介入你的生活当中 Amen God intervene into your life 神也介入你的生命当中 And God intervene into your life 神也介入你的家庭当中 God intervene into your family 你想要嘛 Amen Do you want it Amen 我再讲一个 神祭 我再问你 如果有一个人病了 OK 我先不要说是魔鬼了 人我们都有 会有可能会生病了 OK And later giving you another example that all of us would have fall sick one day 那有个人他信了主呢 他很热心去传福音 很热心他也影响到 他的公司里面的员工 我举一个例子 OK And just an example that someone have actively believe in Jesus and he shared the gospel in his office 哇 本来他是 这个是铁面无情的 谁做错事 他就跟他吵鱿鱼的 And he's a very strict person that whoever find faults and he will just fire them 现在他有一种同理心 哇 他还是 但是当然他有 他的那个standard 但是他对人 各方面 他会有同理心 有笑容 而且他的生意 也真正热伤 But after he believed in Christ that he has this heart of compassion towards the people 哇 他的生意 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 And his busines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突然间呢 几年之后呢 他这个老板呢 他是基督徒 很爱族 突然间他中了癌症 And suddenly a few years later even she's a Christian she also got cancer 哇 那些人呢 每个人都看 他的生命是怎么样 And everybody actually looking at her life 然后呢 哇 看神会不会 行神迹太大的身上 And people was waiting that Would there be signs of America happen on her 哇 这个人 哇 这么爱耶稣 现在会不会 放弃耶稣 This person previously used to love God so much Will he give him on Jesus now 但是这个老板呢 他 还是喜乐 充满他祷告 然后他还是鼓励 他的所有的员工 他身边所有的人 Even she with cancer She still leave a heart With a heart of joyful And still encourage The colleagues 然后呢 他也在这个医院里面呢 他也鼓励那些的 护士等等 为他们祷告 自己为别人祷告 She even share the gospel Or encourage the nurses When she was in the hospital 但是几年之后呢 他没有办法 战胜这个癌症 他去世了 But few years later He did not win over the cancer And he passed away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是不是一个神迹 奇事呢 But I'm asking you Is this also one of the miracles 请问是神迹吗 Is it a miracle 谁认为是神迹的 Who think that this is still a miracle Praise up your hand 没有人举手 Only few hands 我告诉你 这个也是神迹 And I can assure you This is also a miracle 当他在这个出兵那一天的时候 他们的员工 很多人都 七八十个 他们全部都说 他们被这个老板 信了耶稣而改变 出兵 OK In during her funeral You can see that So many of her staff And whoever does being Touched by this person Come and send her off 这个就是神 介入在他的生命里面 And this is when God intervened into his life 他的生命 不是因为长短 因为他的生命 能够见证神 能够荣耀神 能够影响很多的人 It's not how long that she lived But how much her life has impacted 而且他当天呢 他也还没有去世 他也吩咐牧师 牧师我在我的 章里里面 你一定要跟我传福音 And she even tell the pastor That pastor During my week services You must preach the gospel 哇 当天呢 牧师呼召的时候呢 有八位 不是八位 十位 举手要信耶稣 So during the week service When I share The pastor share the gospel There's ten person Who's actually stood up And accepted Christ 这些举手的 都是他的缘故 And those that come offer and accepted Christ are all his her staff 请问这个是神迹吗 And I ask you Is that miracles 你相信这个是神迹吗 Do you believe 神迹就是 揭露你的生命 揭露你的生活 Amen Miracles mean that God intervened into your life Amen Amen 这个就是圣灵 充满我们 神迹就天天有 Amen He says that Holy Spirit fill us And miracles will happen every day 一起说 圣灵充满我 神迹天天有 He said it together Holy Spirit fill me Miracles happen every day 然后今年特别多 And especially this year Amen Amen 所以我们要相信 神迹要不断发生 在我们的身上 不断发生在我们 所传福音的人的身上 不断发生在我们 弟兄姐妹的身上 更重要是 不断发生在 我们自己的身上 Amen Amen 所以你看 门徒们 就是这些保罗 他们都很清楚 知道 如果靠自己的作为 是没有办法的 Amen Amen 你看不到那个果效 对不对 只有靠圣灵的能力 才带来果效 所以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 学习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Amen 所以我们需要 伤头的能力 Amen 这个是我们今天 我们需要上头来的人力 There is us today We even need it more 好吧我们大声宣告说 我要需要上头来的人力 We need the power from the above even more Amen Amen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意识到 我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我 我才有这种渴慕 We must recognize these crucial needs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 你不觉得你需要它 If you don't recognize you have these needs you won't ask for 今年呢 我们说 我们要去传福音 因为传福音是神 要吩咐我们的 对不对 And today we say We want to preach the gospel This is the commandment of God 我们传福我们 必须有圣灵的人力 If we preach We need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Amen Amen 我们事奉呢 我们更需要有圣灵的人力 Even in our service We need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如果你在小组里面 分享的时候 你更需要有圣灵的人力 Amen 当你去确免人的时候 你要圣灵的同在 圣灵的人力 Amen If you encourage others You need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当你做招待的时候 你需要不需要圣灵的人力 Amen You even serve as an usher Amen 你笑的时候是内心里面 发出来的笑容 Amen Amen 哇 这个是圣灵的喜乐 在你里面 你才能够笑出来 It's the joy of the Holy Spirit Into Hence you can smile 哇 你才能够很温馨的 去服侍别人 对不对 And you can serve others With the warm service 你不会在那边 Ying 啊 啊 这样子 Amen Amen 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 And we all recover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所以我们在台前的 我们服侍的 我们都需要有圣灵的同在 Amen 不要小看哦 打鼓的这些 服侦的这些 后面 前面后面 都需要有圣灵的恩高 Don't underestimate those that are on the stage or even behind the scenes All we need the anointing from the Holy Spirit 如果是领思的 如果没有圣灵的恩高 你再好的歌声 再好的器材 其实呢 就好像演唱会一样 对不对 Even the worship leaders Even with the great voice And all the instruments Without the Holy Spirit It's just like a concert A music concert 你只是能够触摸到 人的情感那个层面 或者人的头脑的那个层面 你没有办法触摸到 人的心灵的那一部分 对不对 Maybe you can only touch the person's mind or their emotions But you will not able to reach their hearts 所以我们为人家 按手祷告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有圣灵的 高能力在我们的当中 When we lay hands on people in prayer The more we need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Amen 更重要我们上台讲神的道 更需要有圣灵的人 Amen Especially when we The one preach on the stage The more we need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不然的话我们所讲的道 就是佛在人的这个 人的听 人的耳朵 那个表面而已 对不对 Otherwise all the words that we share will just stay at the surface 所以真正的讲道呢 是带来能力的 True preachings will bring power 是有圣灵在做功的 It's the works of the Holy Spirit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没有从神来的能力 那个不是真正的讲道 因为 你先解释 因为听到的人 他们感受不到 神向他们说话 当然不是讲道的人 有需要圣灵的力 听到的人 也需要有顺服 在圣灵的全能之下 Amen 当然那个讲道的很重要 如果讲道的我跟你讲 讲道的人 那些人又不认真听 然后每个人又常常上厕所 又滑手机 然后在那边看手机 然后有一些在打瞌睡 我跟你讲 那个讲道就是牧师 第一个要悔改 要悔改 但是你要听好来 如果只是你一个人 在那边打瞌睡 只是你在那边玩手机 我跟你讲 是你悔改 Amen 你不要说这个是牧师的问题 你一听到也需要神的恩膏 Amen 你不要说 牧师还有十分钟 你不要过时间 你一过时间 我手机就拿上来的 这个我要悔改 不要太长期 但是你跟着要悔改 Amen 最后呢 如何领受伤头来的能力呢 神吃给我们恩膏的方法 是怎样呢 第一呢 我们一定要透过祷告 有这种祷告的生命 Amen 我们有祷告的生命 意思是我们跟神的生命 是连结的 You have the life of prayer it means that you are connected to God 就好像 耶稣说葡萄树跟枝子 是不能够分开的 枝子离开了葡萄树 就不能够做什么了 所以只有我们在 与神的清净中呢 我们才能够领受 上头来的这个恩膏 所以耶稣给我们 一个很好的 一个的示范 你知道吗 耶稣怎么样 祂常常祷告我们 在看圣经里面 祂怎样忙碌也好 祂怎样疲惫呢 祂都会推去框 那边祷告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祂需要 圣灵的能力 重新得力 然后祂的心 要跟天父的心 要对齐 请问当时的 跟随耶稣的门徒 后来耶稣不在 他们请问 这些门徒 有没有常常祷告呢 如果我们看 使徒行传里面 我们看到他们 常常祷告 他讲的门徒同心祷告 他们随时祷告 彼得在下午三点的时候 他也祷告 他跟约翰一起在祷告 他跟约翰一起祷告 然后那中午呢 就是十二点的时候 还没有吃饭前 彼得也在祷告 祷告到他 他兔子饿了 饿到他 什么样讲呢 就是浑油香外 他很想要吃饭 他就浑油香外 然后神给他看到意义 哇 看到什么 哇 有巴骨蝶在那边 哇 有羞油在那边 彼得说 我不吃猪肉了 不要不要 他是犹太人 你看 他们常常在祷告 保罗也没有祷告 你看我给你那两节的经文 格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节 他说 我用方言祷告 是我的灵祷告 但我的污信没有果效 然后呢 你看第十八节 就是关键 他说 我感谢神 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 there's two scriptures that I share with you in the first Corinthians that prove that Paul pray consistently in chapter 14 verse 14 he says that if I pray for in the tongue my spirit pray but my mind is unfutful in verse 18 he says that I thank God that I speak in tongue more than all of you 你看保罗呢 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用方言祷告 对不对 Paul is someone who always pray in tongue 你看他说 我用方言祷告 他自己呢 他自己的 很自夸 不能够说他自夸 因为他真的是 祷告这样多 他说 他不然的话 他不能够这样子来自夸 他说 我说方言比众人都多 他说 otherwise he would not have the basis to say that I speak in tongue more than all of them 意思是说 我说方言 我给你们所有的人都多 意思是说 这句话 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他真的讲方言很多 然后一个是 他真的很自夸 对不对 所以保罗 他用方言祷告 他说 我用方言祷告 是我的灵祷告 但是我的 悟性没有过效 但是呢 总而言之呢 是什么呢 保罗 是不断祷告的人 祷告就是有 圣灵的同在 更加明白 神的心意 所以各位弟兄 今年呢 我们要 第一个突破的是什么呢 我们真的要有 突破祷告的生活 我们都用方言祷告 在你的个人的房间里面 在你驾车里面 用方言祷告 在午餐的时候 也可以祷告 晚上的时候也可以祷告 半夜也可以祷告 但是更重要我要你 参加祷告会 我们开始祷告会 我们觉得 那个神的其实很多的发生 然后第二点呢 是什么呢 我们要透过来尊重神的话语 如果我们要与圣灵的同在 圣灵的恩告 我们一定要尊重神的话语 为什么呢 因为圣灵跟圣经是 祂是一职的 我们不能够只要圣灵的能力 然后我们呢 不尊重圣经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圣经呢 就是圣灵所写的 就是祂所默示的 所以圣灵呢 祂不会违背 祂自己的 就是祂不会违背圣经的 所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 来读圣经 特别我们要服事的人呢 我们需要有圣灵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神的恩告藏在你的身上 因为圣灵很许悦 我们爱慕神的话语 我们每一天读圣经的时候 其实你不断 不断圣灵呢 在你的同在里面 会把神的话语记在你里面 因为每天我们读圣经 神的恩告藏在我们 我跟其他 我跟他们说 我背经文 我是很差的 I admit that I'm not very good at memorizing the Bible verses 我没有办法一百百百 把它整个背出来 I cannot exactly 100% remember each and every verse 但是我读过的经文呢 我每次我讲道的时候呢 神的灵会提醒我 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 Every time I preach God will speak to me and say that Oh this verse and that verse 所以呢 现在有电脑很发明 我就不记得全句 OK 我就是 把那个重要的 一打出来 二整句出来了 OK Now it's very convenient Copy and paste 就放在里面 感谢主我 人发明那个电脑 但是前提是什么 前提我们最少有认识圣经的 那个的根基础在里面 然后第三呢 我们要透过有顺服的生命 这个顺服的生命 就是让圣灵 充满我们的一个人秘诀来的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没有顺服的话呢 没有顺服圣灵 其实我们 我们是在消灭 圣灵的感动 而且使到圣灵 忧伤 我们怎么样 有这个圣灵的恩高呢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顺服的生命 圣灵 这个字 圣灵呢 它是有一个字叫做 圣什么意思 就是圣洁的意思 对不对 对了 对不对 祂是圣洁的 He is holy Amen Holy 不是英文那个who 那个东 not whole holy 不是 not full of whole holy It's actually holy 如果我们没有顺服圣灵 我们就好像一个东 这样给我们流失了 那个恩高 If we do not obedience to Holy Spirit we are whole H-O-L-E 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 Amen We need to submit 顺服神的话语 Amen 然后第四呢 就是呢 也是透过我们彼此相爱 And the fourth one is true loving each other 你看 以弗所书 四章三节 他说呢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 所赐何为一的心 Ephesians chapter 4 verse 3 says that Make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through the bonds of peace 所以圣灵呢 祂是 要我们在合一里面 祂就在我们的当中 Amen 那里有分裂的话 那里有不合一的话 就是圣灵不会灵到 不会祝福在我们的当中 他反而会忧伤 他会离开 对不对 所以你看约翰福音13章35节 它说 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对不对 那外面人怎么看到 我们是主的门徒呢 因为他们看到 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这份的爱是神爱 让我们彼此能够相爱 Amen 所以他们外面人 他们就认得出 他们被吸引到了 And the people outside will actually see this And they're attracted 你们基督徒不一样 Cristian is different 为什么你的基督徒 这样有EQ的 Why Christian is so high in EQ 青少年呢 对吧 那个 那个朋友 那个你的朋友说 你们基督徒很有EQ的 他不懂什么 但是他看到你们不一样 OK He don't know what's that But he just see that you're different 因为你们呢 开心很好 不会常常发脾气 吵架 大家彼此相爱 这样子 他觉得你们很好 OK Because he sees that there's so joy and loving each other and he sees that Oh that's good Amen Amen 需要悔改吗 你 有没有看电话 You play your phone 有没有宝具自首 Do you go to the toilet just now Oh 感谢主 有没有听进去 You receive the words OK 感谢主 我不用悔改 圣礼要悔改 如果是 OK If you did You need to repent Amen 来我们 一起站立起来 Let it all rise up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你看 我们一起来 一起来宣告 Let's read together 圣灵充满我 神迹天天有 经年特别多 Amen 今年我们要 我们最需要 圣灵的人去传福音 你就是使神迹发生的人 Amen Amen 感谢主 请敬拜团上来 OK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们要相信 今天神说 祂的主的灵 已经在我们身上了 Amen The Holy Spirit is in us Amen 神的应许告诉我们 说祂要用高高我们 And God promised That he will be anointing us 叫我们去传福音 给贫穷的人 谦卑的人 So that we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poor Amen 拆解我报告 被授的要得 释放 下眼的要得 看见 叫那些受压制的得志 又报告神 愿了人的血 Amen 我们要以信心来领受 神的恩高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要相信主的灵 要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祂应许说 祂要用高来高我们 今天我们的生命 就是一个使神迹发生的 一个生命 神迹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Amen 圣灵充满我们 神迹天天有发生 今年要特别的多 我们的生命要经历神迹 我们要看到神迹 我们要看到我们所接触的人 他们也要领受神迹 神啊 你的恩高 今天要大家充满你的教会 你的意志的大人 也要领导在教会 哈利路亚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相信今天的信息 对大家一定有帮助 我们也欢迎您 把今天的影片 分享给身边 有需要的亲戚朋友 同时您可以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也欢迎您 参加我们每一个主日的崇拜 如果你是新朋友 或者你想对信仰了解更多 你可以扫描我们的 Facebook的二维码 与我们联系 如果您愿意奉献支持我们 也请扫描我们的 电子钱包二维码 愿神赐福大家